明天宏 文化語氣 明天宏 文化語氣 Hello, 大家好 我在第一集解釋了文化語氣 Grammatical mood 概念 在英文動詞,除了之前所說的 tense, 事態, aspect, 體毛, 和 voice, 語態之外 第四种在字形上可以显示出来的文化特征 英文动词的 mood 文化语气 是与tense, aspect 和 voice 分开的文化特征 每一个英文的finite verb 即是在一个 clause 和 subject 配合的动词 都会显示出这四种文化特征 第一一定会有时态 tense 即是有 present, past 或 future 其中一种 记住动作发生的时间 第二一定会有aspect 即是simple, progressive, perfect 或 perfect progressive 的其中一种 记住动作发生的状态 即是一次性 完成了,开始了但未完成 还是在进行这一类的状态 第三一定会有voice 即是active 或 passive 主动或被动 记住究竟subject是主动地做动词的动作 还是被动地接受动词的动作 tense, aspect 和 voice 这三种 限制着一个 clause 内的finite verb 的范畴 我在之前的系列里面也说过 这个系列我集中说finite verb 第四方面的限制 就是 mood 一个动词的语气 是显示给我们看 说话的人想通过他用的动词字形 去表达什么语气 文化上的 mood 或者语言学上的 mood 不同我们平时说 mood 即是心情 我们说文化的 mood 是一个finite verb 特别的字形变化 令到文化上整个句子 需要用一个指定的方式去理解 所以文化 mood 完全不是说 一个讲话的人 他的心情是很开心 还是很生气之类 文化 mood 是说finite verb 的字形变化 动词的字形变化 令到表达的语气不同了 我再重复一次第一集讲过的东西 文化的 mood 是分四大种的 第一种是最普通的indicative 即是就这样 陈述语气 大部分的英文cloth 里面的finite verb 都是这个语气 因为大部分句子都是陈述的一样东西 例如 I love you 也好 They were watching a movie together 也好 里面的finite verb love 和 were watching 都是这个最简单的陈述语气 第二是interrogative 即是疑问语气 所有问题句里面的动词都是这个 mood 这种语气的动词字形 和indicative 没有分别 所以就不需要特别讲了 我们主要是从一个疑问句的 词序变化看到 mood 例如 you are looking at me 的 are looking 是普通的陈述语气 不过如果把词序变成 are you looking at me 那动词就会变成有 interrogative mood 这个 mood 我在解释 疑问句的词序变化的时候解释过 大家可以看我的 word movement in interrogatives 的系列 第三种文化 mood 就是上集讲的 imperative 名令语气 有 imperative mood 的动词 是用在对着人直接讲命令 又或者请求的 clause 里面 最下一种文化 mood 第四种 是subjunctive 中文叫假设语气 subjunctive 的文化语气 在概念上是最复杂的 因为它的用法是关乎讲话的人的意愿 显示讲话的人想将他要表达的内容 放在一个假设的层面去讲 重点是subjunctive 的动词显示出来 只是讲话的人想如何表达他要表达的内容 而不是关于讲话的内容究竟有多少真实的成分 虽然内容的真实性都会影响到讲话的人 选择如何表达 例如有些老师可能会教话 某些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就一定要用subjunctive 表达 而某些可能有50%发生的情况 就要怎样表达 又或者有一些可能80%会发生的情况 又要怎样表达 但其实这样想语言的话 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语言和现实讲到底 都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语言只是一个抽象的表达现实的方法 我们是没有需要去逐样现实里面 发生的事情去想说 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呢 有多少机会会发生呢 然后再想要不要用subjunctive 表达 因为这些会不会发生的 或者多少%发生的考虑 永远都是无灵两可 在语言和文化的层面 这些是不像实际的问题 唯一有意义的问题就是 讲话的人 即是用语言想表达意思的人 他想怎样用动词的字形 去表达他想说的东西 大家只要明白这个比较哲学性的概念 明白现实和语言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就不会觉得subjunctive 的文化很难用 大家想想 如果我今天看到天气预报 说明天会下雨 我再跟朋友说 It will rain tomorrow 我用的finite verb will rain 是有indicative 陈述语气的 是一个simple future tense 普通的简单未来式的陈述语气的动词 一般陈述语气的动词 是用来表现现实发生的事 我用了indicative mood 代不代表明天一定会下雨 当然不代表 这个用indicative mood的finite verb的选择 是我作为讲话的人做出来的 这个有陈述语气的动词 只是说给听我讲话的人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想当它是事实表达的 用indicative mood 来说 当然不是明天一定会下雨 因为我这样说了 我怎样说是我的选择 选择用什么的文法 mood 是我表达语气的方式 明天最终下不下雨 都和我在这一刻想用indicative 这个mood说话 当它是现实表达 是没关系的 大家要有这个概念 才可以开始研究 subjunctive 这个假设语气 再讲一次 subjunctive 这个文法 mood 在动词的字形变化上面显示 令到意思包含假设的成分 中文和欧洲语言的动词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中文的动词 是不会变字形 去表达不同的tense aspect voice 和 mood 不过这样不代表中文 是没有这些概念 当然有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语言 都是平等的 不过 中文是不是在动词的字形 显示这些东西出来的 是用另外一些方式的 例如 如果要用中文去显示aspect 就是一个动词的状态 我们要加一些 好像 左 紧 晒 这些这样的字 去动词后面 例如我们说 吃了 吃紧 吃完 是三个不同的动词状态 例如 voice 中文的被动动词 和主动动词是一样的 只不过 我们会由 比如说 打他 变成给他打 但打字 这个动词本身 是没有变的 没有显示 voice 英文就不同了 beat its和 is beaten 分别是beat 这个动词 主动和被动语态的版本 动词本身的finite verb字形 是会有变化的 所以 英文动词subjunctive 这个文化语气 都是通过动词的字形变化表达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见不到 有任何动词字形变化的话 就是没有用到subjunctive 这也是很重要的 就算我们要表达的内容 是有一些假设的意思 我们没有用到subjunctive 这个动词的字形变化去表达 就是没有用到subjunctive 这个语气的了 subjunctive 是纯粹动词字形的 那里表达出来的 为什么我要重复这个点 那么多次呢 因为有些老师会教我 假设语气 就是用if去表达 如果这个意思 所以很多学生 以为一见到if 就是有subjunctive 其实不是的 if只是一个 连接两个cloth的连接词 刚好是有如果 这个意思 所以经常会和subjunctive mood 的finite verb一起用 不过 其实subjunctive 是纯粹动词字形上表达的 和if这个连接词 只是有间接关系 就算我们用了if做连接词 去拼着两句cloth 里面也未必一定要用 subjunctive的动词 例如 If it rains tomorrow I will stay at home 这句 如果明天下雨 我就会留在家 这两句cloth的finite verb rains to my will stay 其实都是indicative mood rains是普通indicative simple present tense 而will stay 是普通indicative simple future tense 这两个动词 都是没有用到subjunctive 语气的 大家消化一下subjunctive mood 的概念 记住 这个文法语气 纯粹在finite verb 的字形显示出来 用subjunctive的文法语气 是说话的人的选择 令他说的东西 搬到一个假设的层面表达 下一集我先会说 用if做连接词 不过不用subjunctive 而是就这样用indicative 动词的句子 例如 if it rains tomorrow i'll stay at home 这一种 拜拜 拜拜